MSI 追尺弹道 比 ROG Ally 跟踪 Close 第一款搭载了 这个 Intel Core Ultra 芯片的掌上游戏机 简单来讲就是 鼓针 画面变速 嗨 我是可恩 今天的这一集 Gaming 却也看到没有 就是要配 Gaming 机啦 MSI 也出掌上游戏机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怎么 hard 已经送到来我们的 Office 了 MSI Close MING 上游戏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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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是有关注游戏圈的话 应该都会留意啦 最近这种掌上游戏机 是越来越火了的 像是 ALG 啊 LENOVO 啊 Steam 他们都出了自家的游戏机 这样MSI 追尺弹道 其实我上次在 CSH 已经摸过了 也拍了一个快速上手嘛 但是今天难得他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 这一集注定是不简单了的啦 我们直接等一个最齐全测评 我已经把他的屏幕 系好地桶 还有玩游戏怎么样都通通 test 过一轮了 甚至哦还想对比一下 ROG Outline 这张外形我发现哦 我上一次在 CS 哦 这时间真的是不够 但是经过这一个礼拜不停的试完之后 我得出来的感想就是 他比 ROG Outline 更重 第二就是散热更好 他不管是机身顶部整排的散热口 还是背面上几乎一整片的散热口 帮助散热 手柄的部分很多时候哦 只会感到微热啊 微烫而已吧 第三就是 CLO 它采用了 Hot Effect 而摇杆设计 简单来讲就是更耐久 而且永远不会出现漂移问题 能够达到更顺的游戏操控啦 然后还有颜色上面呢 我真的衷心希望 MSI Claw 下一代 可以再浮夸一点 因为现在全黑哦 有点太低调了 MSI 你 来到正面外形跟屏幕啊 我只可以讲 MSI Claw 跟 ROG Outline 可以说是一黑一白的两兄弟 无论是按键还是摇杆的排列 都很相似 就算是屏幕部分也几乎一模一样 两款都配备了7寸的 16-9 Full HD IPS 屏幕 120Hz刷新 还有100%的SRGB 细腻度和显示画面一样美啊 亮度方面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也不影响视觉观感啦 一台游戏机最重要应该是什么东西咧 答案就是 电磁续航能力 今天如果给你玩到一个 4K ray tracing 的游戏 比如说 Cyberpunk 啊 Tom Raider 但是你今天带出门 你玩不到半个小时 你马上飞 那它Outline的40瓦时比起来的话 Core的53瓦时足足强超过30% 还有PD65W快充 经过我们的数据记录 15分钟就可以充50% 30分钟充80% 完全充满就是一个小时三分钟 而且 Close第一款大栽了 这个 Intel Core Ultra 芯片的转双游戏机 也支持 Intel 最新推荐的这个 XeXS 最终全新的超分便利放大低速和DLS 简单来讲就是 捕成画面变速 那什么游戏是这支 XeXS的咧? 给你们一个图你们自己看啦 比较火的我又懂的就有 Tom Raider啦 Diablo 4啦 Core of Duty等等啦 再配合内置的AI省电模式 它就可以达到更极致的电磁续航能力 所以为什么你讲它重一点点 你就可以接受了哦 现在我们来直接试玩游戏了 顺便讲一下MSI的情景模式 点AI Engine 原神提高 画面效果拉满 整体表现基本稳定在50多XS的情况下运行 打动情况下 则子会有一两次出现卡针的情况啦 不过值得承扎的是哦 它发热则是控制到很好啦 两边手把的位置完全没有feel到热诶 至于同样的情况下 试玩Diablo 4 整体FPS维持在7、80 34分钟下来了 41%电量罢了 续航表现不错 画面细腻度 因为芯片资源的Intel ArcGraphic技术 然后也支持Intel XE Super Sampling技术啦 提供它高性能跟高保跟那种视觉效果 这我发现哦 游戏不一定预设开启的 所以记得进入到游戏设定里面才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到 后面我也私下用省电模式来玩 看会不会有差别啦 你知道啦有一些所谓的情景模式 方爽罢的 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 BUT 从以上再次试玩出来的数据显示 电池消耗上面真的有明显差距多哦 但是整体游戏体验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啦 这样子来看啊 其实用了这个Intel Core Ultra的MSI Core 也是很厉害一下的 这样你们以后如果要带出门玩的话 你们只要调去省电模式就可以了 可以换多大概二三十分钟的电池续航能力 接下来人到系统了啦 MSI既然给Core打扰了这个Intel Core Ultra的芯片 没有理由不给买套Windows 11的嘛 再配上哦 配Touchscreen的这个屏幕 所以哦一拿到手一买回来 你们就很自自然然的懂得怎样用 这边哦有一个快捷键 可以快速开启MSI Center M 也就是游戏机界面啦 它里面预想有各种PC 平台的 shortcut 但是我发现MSI这里有一个很Interesting的预装功能 就是MSI App Player 只要Login了你的Google Account 就可以下载Android手机的App还有游戏 这边我们网上示范一下 Play Store刚刚上架的One Punch Man 打开设置也可以自由调整 每个按键的功能还有摆布 就算是你玩Mobile游戏 比如说Mobile Legend啊也是可以的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习惯Touchscreen来玩 也可以试下打这个游戏给大家看看 比如我最爱的Candy Crush 那机身上面这边呢 搭载的是Dunderboard 4 Type-C接口 可以连接Monitor之后呢 再搭配蓝牙滑手还有键盘 就可以变成日常工作用的电脑 又或者可以用来玩一些电脑游戏 比如说Dota啊 Left for Dead等等啦 我觉得哦MSI Core这台机 它最大最大的优势哦 就是用上Intel Core Ultra 7这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呢是目前Intel最新的芯片之一啦 越新等于越强 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明白哦 而且哦它比起外面卖着的别的掌上游戏机 因为有了这个芯片的AI计算能力 它的功耗就更低 它的发热也更少 MSI Core的第二个优势就是 同样跟别人用着 PD65W的快充 但是它就是有 吊打别人的电池续航能力 一个Li 玩原声不超过一个小时 另外一个 MSI Core 玩原声可以超过一个小时 这个差距是真的很大 也代表说哦 今天你带它出门哦 你不用充电哦 你都可以比别人玩得久的意思 这个优势也其实很strong的 再来它还有一个super的手感 还有它的散热系统 基本上MSI Core在萤幕啊 续航 散热 手感都是有估计到的 所以我很相信 如果2024年没有同样类型选手 加入战场的话啦 MSI Core是很值得入手的 最后哪里可以买咧 MSI官网 或者是MSI Shopee旗舰店就买到了 现在买哦 还会送Game Bundles啦 包括Xbox 30天的Free Trial Ubisoft Plus 7天的Free Trial 还有Scout & Boone Game Code 和Mystical Beast 然后今天我们的最齐全测评 就到这边了 所以记得做好多好多Google 辛苦大家了 还有阿Kent 白毛测试游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没有啊 玩玩海底啊 哦 看喜欢玩